嗨大家好,我是Nik 如果你是初次來本頻道的朋友呢 我是一個擅長網站前後端開發的軟體工程師 目前已經有大約5年左右的開發經驗了 今天想來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幾年關於做side project的經驗跟想法囉 通常我會建議工程師在時間允許的狀況下 可以試著做一些小的side project來玩 這樣的side project通常scope都不會太大 一般來說大約一到兩個月應該可以完成 目標多半是做好玩 有可能是解決自己的問題或者是練習新的技術 我自己除了平常正值的軟體開發工作以外 下班也會利用自己的空閒時間寫一些side project 來作為學習的挑戰或者是實踐想法 這幾年其實我寫了很多一些沒有發表的小工具 或者是一些小網站之類的 不過呢也因為持續的累積這些小作品 我自己在後來也有幾個上限的side project 持續提供我業外的收入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想要和你分享幾個重點 到底什麼是side project呢 以及side project到底要如何才能開始 以及我從side project獲得的收穫跟經驗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主題 請記得一定要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順手給我一個讚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接下來 我要和你分享的任何內容囉 首先到底什麼是side project 通常除了正值以外 你還想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就可以稱之為side project 不過project這個意思也有代表著 時間以及目標性 我認為side project其實有很多形式 不一定通通都是寫程式 例如你在下班之後做你的YouTube頻道 或者是錄製Podcast 也都可以稱之為side project 或是說你下班之後還自己做了一首歌 比方說是 大便的人不會寂寞 還上傳了 KKBOX Spotify Amazon Music 甚至還拍了MV 這也可以稱之為一個side project 經營自己的部落格 謝謝技術筆記 和大家分享 我認為這也可以算是一種side project 只是軟體工程師 多半靠寫程式來解決問題 或者是發明玩具 所以這些軟體專案 或者是成品 也就稱之為side project 作為一名軟體工程師 你最好的選擇 就是ABC 什麼是ABC Always be coding 想變得更厲害 變得更專業 你就得不斷的學習 不斷的努力去做 有目標的練習 就像我上一支影片提到的 光看書其實是不夠的 必須搭配不斷的實作 熟練 才能融會貫通 再者 我認為花時間去做一些side project 其實對你基本上只有好處 沒有什麼壞處 大致上可以提升你的coding能力 有憑有據的 可以證明你的開發能力 也許最後還可以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收入 因為啊 有時候去面試的時候 你敘述了 上一間公司你都做了一些什麼 有可能很多時候 你都是打團體戰 你只是負責其中一個小部分 在團隊內 每個人都貢獻一點 有時候你不一定能說出很具體的 你到底負責了什麼 就算你說了 礙於商業機密 你也不可能把整段前公司的call 搬出來給面試官看說 這是我寫的 但這時候如果你自己有寫side project 也許你就可以拿出來和面試官聊一聊 畢竟要完成一個專案 可以從專案後面的idea 或者是技術架構 來聊更深入的實作細節 在這方面 我自己和其他的工程師朋友 也都有因為寫side project 在面試的過程中受到一定的肯定 除了從我自己的例子以外出發 也可以看到一些大家比較耳熟能想的例子 像是大家現在常用的instagram 也是從一開始的side project去實現 然後慢慢的越做越大 變成一個獨立的產品 Google呢 Google就更有趣了 基本上他們之前有制定說 可以在公司裡面有一定的時間 去開發公司的side project 然後這個side project 可能是可以快速面向市場 然後或者是從內部人員先使用 比方說現在大家常見的 Gmail、Google Map 都是從side project開始的 所以說到這裡 不要小看一個side project的意義 以及可能性 如果一個人對於軟體開發工作 是很有興趣的 那麼除了工作以外 是不是應該也都會想要做一些什麼呢 要做side project 我最常聽到的問題有大概幾種 可能我不知道到底應該要做什麼 或者是我找不到idea 不曉得要用什麼idea去實作 還有一種是 我的想法好像已經有別人做過了 那我覺得沒必要做了 如果你是新鮮人 想找工作用的 我認為你在這個階段 其實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找idea 如果你已經有idea 那當然是最好 那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為了for工作用的 你可以找到別人的題目 去試著臨摹看看 自己親手寫一遍 把基礎的功夫打下來 然後將這些作品整理 上傳到你的github上面 成為一個你的作品機 這時候你可以寫一些很多小小的作品 然後在履歷上面慢慢的替換掉 通常我在履歷上面會放1到3個左右 我自己寫的小專案 這個時候呢 如果以網站舉例來說 有什麼idea可以來做 比方說是高鐵查詢 天氣查詢 或者是todolist留言板 甚至進階一點的小的購物網站 或者是電影評分網之類的 其實呢認真上網找下 應該是蠻多題目都可以拿來臨摹 拿來學習的 好講到這邊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有經驗一點的 軟體開發工程師 然後你是真的找不到idea 前面那些題目你一定都會 都寫過了 你想要做自己的side project的話 想不到idea 我認為通常是 你沒有認真的從生活觀察上面做起 或者是你太習慣那些問題 你覺得問題就是問題 你沒有試著思考 怎麼去把它解決 所以呢我覺得這部分 可以從生活觀察先做起 比方說你可以跟 平常朋友聊天的幹話記錄 都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 有時候可能隨口一句 你抱怨某個app說 要是有再多一個A功能就好了 或者是 要開好多app好麻煩 有沒有人可以把這些東西 整合在一起 其實當下 你就把你的優化的解決方案 給說出來了 只要再搭配一點衝動 你就可以開始規劃架構 開始實做這個小的side project 然後稍微限縮一下想法 不要把需求搞得太複雜 把scope壓在1到2個月可以執行完成的 所以問題經常就在你我的四周 有沒有認真的去發現 去試著解決 有時候你可能解決了一個自己的小小痛點 但同時也有可能是一群人的小小需求 很多人想到idea的時候可能在腦海中閃過 覺得說我要做了這個idea好像已經有人做過了 或者是說已經有類似的淨品了 但是如果我認為你是做給自己的side project 其實你就可以不用考慮這麼多了 好玩就好 自己開心有學習到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也許你可以利用這個project 去順便練習你想學的新語言 或者是新的實作方式 不然什麼事情你都要去思考說 別人好像做過了 看到別人吃飯 那我乾脆也不吃了 所以累積這些經歷 我覺得不會白費 畢竟我認為人生沒有白走的路 我自己第一個side project開發的經驗是這樣子 我還記得我在職某間公司的時候 公司大概也才5人不到左右 那時候呢 中午有一個幫忙訂餐的同事 欸 常常幫我們把餐點點錯 每天點餐是這樣子的 會有一個助理呢 走到我們幾個工程師旁邊 問我們說 欸 中午決定要吃這家 那你們想要點什麼呢 然後當你說出你想要的餐點的時候 他會親手的 把他寫在這個紙條上面 然後打電話去訂餐 欸 這就奇怪了 真的奇怪了 那時候從他開始訂餐的時候 我每一天中午 肚子都超餓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點雞肉便當 一個成年的男性吃一份便當 是再合理不過的事情 餐點來的時候 只有雞肉飯小碗 有一天我點滷肉飯 結果來的最後變成一個湯麵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 受夠了 為什麼要用這麼不智能的方式點餐呢 你好歹 好歹也用個google sheet 去表格紀錄一下吧 抄在紙上 打電話還可以叫錯 超傻眼 真的超傻眼 但 這剛好就是一個問題 也因為剛好我當時是一個 很junior的工程師 所以我當時在練習寫網站設計Database 我就突然想到 欸那不然這樣子 我替公司寫一個簡單的訂餐系統呢 所以我就硬是用了自己當時警惠的一點技能 拼出了一個訂餐系統 當時系統是這樣運作的 助理每天中午可以設定一個Event 去讓大家下訂 然後每一位同事就登入網站 去點選自己需要的餐點 然後就會發送一封E-mail 到你的信箱 告訴你 你今天點了什麼 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當餐點來到你的手上之後 大家都會疑問三不知說 欸這個機器牌犯是誰的 大家會瞬間失意 我相信很多團購的人 應該有這樣子的經驗 所以當時我就再順便發信給大家 然後讓大家只要看了自己E-mail 欸他就可以知道他今天要拿什麼餐點 到他的座位上了 結果也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莫名其妙的寫了一個小小的side project 很有趣的是 真的解決這個問題 從那天起 中午再也沒有訂錯餐了 而後我去別間公司面試 然後聊到技術細節的時候 就會提到一些side project的製作過程 或者是為什麼要解決這些困難 以及實作的細節 因為這個project 我是從零開始做起 所以能聊的地方就變得非常的多了 也因為這樣子 不只讓我收獲了寫扣的經驗 也讓我獲得了更多的成就感 和大家分享 到目前為止 我自己有上限了幾個side project 其中有兩個APP 第一個是 Roygo的 入控音樂 以及 第二個 北宜 再來是非軟體的部分 也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我自己的技術部落格 其中的兩個APP 我是用 Real Native 以及 Ruby on Rails 自行搭建建立完成的 除了我自己原本主力的開發語言 Ruby不說 在開發APP以前 其實我從未學習過 關於 Real Native相關的技術 所以 JavaScript的新的 ES6語法 其實我自己也是不太熟的 不過平常我假日如果有空的時候 我可能會騎車去北宜公路 兜兜風 之類的 因為出門之前 我通常會先上網看一下 目前的路況 有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部分 所以當時在開發這款APP 也就是北宜路況回報的時候 當時我是覺得 要收集資訊 其實有點困擾 我可能要先打開 臉書的社團 看一下北宜公路 目前有沒有什麼任何回報的 零減啊 或者是當下的路況之類的 接著 我要打開天氣的APP 去看一下這個路況 目前的降雨機率 而天氣如何 我應該穿什麼衣服出門 最後的最後 我還會打開 公路局的即時影像 去看一下 目前這個地段 有沒有什麼 從影像上面看得到 我必須得注意的部分 當時我就想 如果有人可以把這三個 APP 整合成一個 那就好了 我後來想想 與其 奢望別人 不如自己來做 所以當下呢 我就整理一下需求 把scope縮小 我們目標就是把這三個的功能 整合在同一個 網站裡面 然後等我做完網站之後 我開始推廣給其他的車友們 發現 其實大家好像 出門打開網站這件事情 其實是 嗯 蠻不友善的 因為其實 會有一些 session登錄的問題 就可能導致 他沒辦法 會是維持一個 登錄的狀況 我就想說 那不然 來寫APP看看呢 可是我自己也不會寫啊 那當時的想法 為了要做這個 side project 那就去學囉 也因為網站寫好了 所以我後端其實是準備好的 當時我就把後端的部分 開始逐漸轉成 API的endpoint 然後呢 我就自己開始學習 reignative 怎麼去搭建一個 APP啊 然後怎麼去接這些 API 然後怎麼去做這些顯示畫面 怎麼去畫這些view 為了完成我自己所設立的需求 其實當時我每天下班之後呢 就一直不斷的學習 如何去寫reignative 所以當時我是正職的情況下 我上班是寫Ruby on Rails 下班之後呢 我就繼續寫reignative 然後隔天上班呢 我常常會把那些語法 或者什麼 就有時候寫到自己會搞混 因為 convention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那時候還蠻有趣的 大約持續了兩個月 這一個side project 這個APP 最後 真的上架了 然後也在短時間內累積 快要進萬名的用戶 對我來說 收穫真的不小 因為目標達到了 問題解決了 甚至呢 還學習到一個新的框架 怎麼使用 也意外的發現 我自己這樣子的需求 其實也可以幫助到一些 跟我有差不多需求的車友們 然而隨之而來的好處是 在往後面試呢 又多了一個side project 可以拿出來說 然後這些side project 還一直有在提供我 業外的收入 但是 在走到這一步之前 其實我寫了 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小的side project 是完全沒有上線的 我是屬於那種 稍微想到一下 這應該是一個問題 我就會開始去規劃 開始去試著看這個可行性 是不是能夠被實作出來的工程師 當時還曾經想到 啊我平常在臉書上面做一些買賣 覺得 常常你發那個買賣文 然後結果朋友看到 我覺得非常沒有隱私 所以我就自己又搞了一個 機車零件的交易網站 曾經呢 我也覺得租屋做到很煩 然後我就看租屋資訊網站上面的東西 太多了 然後很難去算出說 每一瓶它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價格 我自己呢 又寫了一個google chrome extension 也就是瀏覽器的插件 去幫助我算每一個租屋的物件上面的價值 CP值大概多高 還有很多很多一些有的沒的小專案 其實我過去大概總共累積了十幾二十個左右 最後呢能夠到現在為止目前持續運作起來服務大家的app 其實這些的code 這些的原始碼 都是我從前面十幾二十個沒有上市 算是失敗的side project裡面累積而成的 也就是因為當時的自己 每一次想到一點就做一點 想到學什麼我就盡力的去學習 不知不覺就累積了這些source code 其實就是類似有點像是工程師必須要有養code的習慣 那透過side project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養出非常多種的code 也就是說這支影片想要和你分享的是 如果你是軟體工程師 你對軟體有一定的熱忱 想要變得更強 除了在公司用技術解決業務以外 也可以運用自己的下班時間 創造一些屬於自己的side project 透過這些side project也可以累積你的實力 或者是當做一個新的語言 新的框架的一個實驗室 有時候甚至會有額外的收穫 比方說名聲或者是金錢 也就是呼應我很喜歡的一句作用名 追求卓越 成功自然會跟著你而來 喔對了其實關於side project的分享 我以前有在一些實體的聚會裡面分享過 包含如何拆解任務等等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推薦連結去參考一下 又或是部落格筆記 我其實有寫過一整系列的side project的分享文章 也可以透過下方的資訊欄 找到這篇文章的連結去看一下囉 以上就是這支影片全部的內容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也請記得要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你也有寫side project嗎?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者是經驗 想要跟大家分享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和大家廣大的網友一起討論 你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最大的原動力 我是Nick 在地上滾的工程師 那我們就 下次見囉 再見 我不是崇 Ela還 我不是說 想要一聲 繼續 我 不能 做了